今年度花蓮縣蜜香紅茶評鑑比賽圓滿落幕 金銀桶獎項結果也出爐了 瑞穗香的好茶園 吉林以及清風、嘉明、東昇、五家茶行 含金量超高 縣政府農業處處長陳淑文今天一早也會同了 農會三巨頭逐一道府貼紅綁慶賀 針對後續得獎的茶品行銷展售 處長陳淑文表示 也將領軍參加今年度的茶葉博覽會 讓蜜香紅茶產業再度走向國際的市場 今年度花蓮蜜香紅茶評鑑比賽15個金牌獎項 瑞穗地區就有五位茶農平均拿下了涼麵金牌的成績 含金量超高 不僅農會三巨頭 縣政府農業處長陳淑文也親自足以道府貼紅綁慶賀 吉林金牌贊贊贊贊 因為今年天氣的影響 我們做茶的速度就要跟上天氣變化的速度 天氣越熱我們自茶的流程會縮短非常多 今年六月份起氣溫就持續不斷的攀升 茶農們在生產製作蜜香紅茶的作業上也備受挑戰 還好美味茶農制茶技術精湛經驗老到 因此能掌握高溫節奏而製作蜜香濃郁 還有花果香氣的蜜香紅茶拿下金牌實至名歸 我今年在做蜜香紅茶比賽這個七塊的時候 那時候還好去以後還算穩定 那最近可能就會也要接受挑戰了 因為現在是夏天嘛 怕雨水會不夠 另外蜜香紅茶評鑑比賽中的常盛軍嘉明 以及清風兩家茶行 今年度也穿金帶銀 成績亮眼 今年蜜香紅茶的話 蜜味其實是蠻有特殊的味道 除了蜜味還有花香味 因為這幾年氣候的改變 讓我們其實在製茶技術上面充分的 就是改變它的技巧 做出它獨有的特殊的公布性 才會讓評審者接受到它的喜好跟味道 今年我們是在七月初就 就開始要評比 所以說今年來的這個氣候 真的是比較異常一點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克服它 有些五位茶農各個穿金帶銀 也關注後續得獎茶品的行銷展售 讓消費者也能享受健康安全 風味獨特的茶飲 新生物農業處長陳淑文則表示 今年茶葉博覽會將不缺席 也要讓國際有機會一場蜜香紅茶 金牌的好滋味 蜜香紅茶是我們現內非常重要的一個農作物產業 那其實縣政府推行蜜香紅茶評鑑也有十多年的時間 那我們現場學生會非常重視我們茶農整個一個 不管是生產的狀況還有銷售的狀況 那今年年底我們也會參加我們一個國際的茶博覽會 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 這次將茶產業蓬勃發展 尤其成功研發出蜜香紅茶 堪稱鼻竹的茶農 製茶技術和經驗更是其他茶產區 望其想背 農會除了是積極輔導轉型升級 今年得獎茶價格調幅不大 要讓消費大眾都能品嘗台灣優質的茶品 記者是玉蘭瑞瑟採訪報道